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是 辣椒栽种的生长全过程 我们把生长采摘下来的辣椒留几颗来取种 第一天我们做取种跟选种 取种就是采摘下来的辣椒 选种就是准备两粒风干的辣椒 然后拨开来看看种子的健康状况 我们先分别拨开后再比较哪一粒的种子比较健康 这是第一粒的种子 找一个凉杯把它装起来 我们再找一个凉杯 这个是第二粒的种子 我们一样把它剥开来 把种子清干净 因为一粒种子就可以培育出一株的辣椒苗 装到另外一个两杯 装到另外一个两杯 我们现在比较哪一杯的种子比较健康 左边的颜色比较清新 右边的比较暗黑 所以左边的颜色清新的话 是健康的种子 右边比较暗黑 是不健康的种子 来播种育苗 同样第一天 我们取左边颜色比较清新的健康种子 来播种育苗 准备一个育苗盆 底部先垫上一些枯枝 帮助排水 加入一些培养土或泥土 都可以 我们这回是用培养土 因为事先育苗 所以培养土的量不需要太多 差不多五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 插一个牌子 标明日期来记录 我们撒下左边颜色清新的健康种子 播种育苗 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分散 不要太集中 以免长出来的时候 太密集 这个种子的量还蛮多的 然后在上面薄薄的 再覆盖一层培养土 这样子就可以了 第六天 我们来检查一下辣椒苗发育的状况 这里发现一株辣椒苗 这里有三株辣椒苗 这里还有一株辣椒苗 已经有六株辣椒苗长出来 第九天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辣椒苗的发育状况 非常惊人的发育状况 这株辣椒苗 大概有五十株左右的辣椒苗 有的壳还在苗上尚未脱落 有的还没有长出来 其他的都很健康 有的还没有完全浮出 第十四天 辣椒苗生长的高度 大概三到五公分左右 都只有纸叶 这个壳还粘在这个纸叶上面 还没有脱落掉下来 第四十五天 辣椒苗生长的高度 大概有十公分 我们需要移株分株 创造单独生长的环境 将辣椒苗从培育盆 小心的取出 一株分株的辣椒苗 使用一株一个培育盆 培育盆的底下 加一些枯枝落叶 以沥白水 这个时候不要用培养土 要用一般的泥土 因为一般的泥土的蓄水性 与固根性坚固 有利于辣椒苗 长期性的生长 将分株的辣椒苗 使用一株一个培育盆 放入四周加泥土 将辣椒苗固定 加泥土 至八分盘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稍微塑形 将辣椒苗 位中挺直 其他的按同样的方式 在操作 培育盆的底下有排水孔 我们陆续将辣椒苗移株 与分株 与分株 自己栽培的乐趣在于 日复一日的观赏自己的作品 逐日变化与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有成果展现 有的辣椒苗培育时 叫密集 分株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将它的根弄断 这次一共分株成13盆 原则上一盆一株 若有的太小株 不便单独一盆的时候 可以视情况 栽成同一盆 像这个就是多株 栽成一盆 长大后的样子 我们栽种好以后 要浇水 要彻底的浇湿 不要只浇表面 可以反复的浇水 注意不能在盆内 有积水的现象 假如有积水的话 就表示它的排水性不好 这样子就容易造成烂根死亡 浇完后 要观察排水 是不是量好 假如排水不量的话 可以拿起来 在底部的孔的地方 把它稍微通一通 排水就可以流出 第六十二天 我们先前分租十三盆的辣椒苗 目前都健康的生长 已经有本叶生长出来 已经有本叶生长出来 以下是接到前一批的生长循环 第九十天 在培育盆的辣椒苗 若生长到十五公分的阶段 而且自干渐渐粗壮后 可以再次移出到泥土地上生长 成为永久性的生长 像这样 大约距离一匙 把它种下去 第108天 辣椒苗生长的高度 大概有四十五公分 每一株用细竹枝 并绑绳稍微加以固定 第110天 第110天 我们细细的观察 已经有不少的花苞出现 第112天 花苞更加明显 这小小圆圆的颗粒状的 就是花苞 第113天 花苞已经开花 现在花苞开花的量 还比较少 第114天 第124天 第124天 包包已经陆续都开花 花蕾出現的是紫色的 我們把它看清楚一下 這是紫色的花蕾 花蕾以後綠色的辣椒已經長出現 第145天綠色的辣椒長滿了辣椒的樹上 第161天綠色辣椒長滿了辣椒樹上 越長越多 這一個階段還需要慢慢的孕育成熟後才會轉紅 所以現在看到的都還是綠色的 第171天 比較早開的辣椒已經慢慢的孕育成熟轉紅 這種會轉紅的辣椒原則上是呈現深紅以後才會辣 綠色的是不會辣的 第183天 紅色辣椒孕育成熟後我們先採收一批 第183天綠色辣椒 我們只剪紅色的 綠色的要等它轉紅 因為綠色的它是不會辣的 自己栽種的辣椒健康無毒 紅色大概都剪完了 第197天 紅色辣椒採收完一批以後 反而有助於其他尚未成熟的養分供給 越快加速成熟 所以現在辣椒樹上的辣椒 已經佈滿了紅色的辣椒 轉紅的辣椒越來越多 第230天 紅色辣椒全部採收完第一批以後 目前正進入第二批的辣椒 生長循環 又開始長出花苞與開花 謝謝觀賞 本集影片全部播放完畢 我們努力製作更多更優質的專題 分享給各位 如果你喜歡請支持愛釀造樹頻道 請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再見